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别人不知道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也还蛮好看的 为什么收入才一万五呢 你做什么工作 我自己现在是成立了一间小小的工作室 那主要就是教小朋友 最小就是三岁半 教他们做画画然后粘土这样子 对 那像其他有些 可是儿童教育应该收入不错啊 因为我收非常便宜 那你就要收贵一点啊 我会不忍心的 我是抱着一个 回馈自己家乡的一个心态 对 收多便宜 就是一个小时350块 然后就是一个作品 那如果说你这个作品 今天这个小时你没有办法做完 没关系 那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做 那不收费 对 那你在台北 保兴那个500号公司的那些 做粘土要多少钱吗 对 最少还500块 没有 我上次陪一个同学去 他小孩我陪他去做 你是做粘土什么的 好像做了可能两个小时吧 两三千 但一半是我在做的 对 跟我陪他小孩 就是老师看到我在旁边 他就没有过来 就是我们两个 前面说我们两个自己完成 可是老师会交 好像三千多 对 太贵了 他有在讲啊 就三千啊 真的 人家说三千你说350 对 我说350 而且他只要还可以一直做呢 材料跟就是场地费啊什么的 然后教学费 那我有家长有心把你当保姆 就跟他小孩说 你今天不要做了 等一下你知道 第二次又来 这比保姆还便宜吧 对 之前有听到一个爸爸 他就说 我跟你说 这超便宜 超划算 而且我们把它丢在这就好 比保姆还划算 然后我说 可是我没有包吃喔 然后我之前还接到一个 妈妈说 你可以去学校接我儿子吗 然后接到你那边 做完黏土课以后 再帮我接到补习班 我就说妈妈 可是我只有一个人 太多了 我只有一个人 对 所以就妈妈真的很 你为什么不提高一点这个费用 对啊 因为我会想到说 因为我是住基隆 那基隆其实小孩子能玩的地方非常少 那有些妈妈 她可能是全职妈妈 她需要一个喘息的时间 让她自己休息 她可能也想跟姐妹出去吃饭啊 或者是陪陪 谁谁谁这样子 对 所以我就觉得 也不要太高的价钱 就是大家可以 互相 对 付得出来的价钱 她在做社会企业的概念 对 没有想要获利 我会觉得 你刚刚一直说 就是对他们很不忍心 可是 你对他们不忍心 就是对自己残忍 对 而且你说那些爸妈 说不定很乐意花钱啊 对 对 妈妈就是 每次到要缴学费的时候 他们都会 就是一直拿钱给我 然后我就说 妈妈 可是我现在没有 那么多钱 就是找给你 然后妈妈就说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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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妈妈都会丢钱丢 下次找啊 或者是一次拿一千 第三次 第三次 对啊 一次放三年啊 就妈妈有些 就一次买六十堂克这样 对 因为他们觉得很划算 那你可以用一个 健身房的制度啊 一次都买六十堂克 你就一小笔钱了 一小笔钱 可以看要拿去投资 还是干嘛干嘛 我很不会投资 就是没有像你们 真的超强 你们刚刚讲的股票 我完全就是 停不懂 来 这张等一下 对啊 所以你是物欲很低吗 你看你的都花费 所以是公益食材是 没什么物欲 公益食材是 像我自己有去争取一个 就是基隆市警察局的宣导大使 那因为我觉得警察在这个社会上面 他们是很可怜的一个职位 很辛苦啦 虽然说他们的薪水很高 但是他们做的事情相当的危险 对 那我希望就是成为他们的后盾 比如说我有时候会做一些沙拉 然后送给他们吃 对 就是我自己去市场买的一些沙拉 那我每次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都需要提早一个礼拜去市场订货 对 因为我都做很大量 一次做可能都是一百 对 一百多个 然后自己亲自送到派出所 那我也不会跟你说 我今天要你这派出所 不要 因为我觉得 我只是想要去单纯慰问一下 那你们加油喔 最近可能勤务比较多 专案期间那大家 玻璃师大人比较辛苦 那你们就加油 然后这个有空再吃 或者是出勤的时候带出去吃 对 然后像过年的时候 我会去准备一些像这样的咖啡 然后会写一些就是小留言给他们 就是感谢他们辛苦的付出与守候 我们才有就是很安乐的生活可以过 那我就会签个名这样 然后也是亲自送去给他们这样 那这个是 大家知道选举的时候 很多的候选人都很需要警察的保护 对 那当然选举投票日那天结束以后 我都会到各个派出所去送棒棒糖 就是感谢他们说 就是辛苦你们这一阵子 一直就是守护着每一位候选人 然后也让我们大家很安心的 可以去投票 对 我会去做一些像这样的事情 那你生的宣导大使 这个费用可以申请 没有费款 对 我会到各个基隆 就是基隆的各个学校跟社区 去跟孩子们宣导 就是反黑反毒反霸凌 然后还有一些家暴的部分 对 那像比较小的朋友 我们就比较属于富佑的 他说陌生的拿东西给你不可以吃 那或者是有奇怪的人 要碰你的身体 不要让他碰 因为你的身体是很宝贝的 对 会去教导小朋友这些费 就是知识 那我们这个的话都是完全没有收费 所以你是当志工 而且自掏腰包去做这些食材 对 哇 真的给你拍拍手 还有爱情爱情 我觉得你最终目的 你不要买房 你如果有机会存到钱 对不对 你存钱不要买房 你出来竞选 你真的金融在 对 你知道你留给顺哥 顺哥要选那个基隆士市长 对 顺哥要选基隆士市长 我很好奇 你怎么会有这么强烈 想做公益的心 对 因为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想做公益 但我都听人家讲说 你做公益一定要出钱 但是说真的我 我身上没有半毛钱 我也没有所谓的存款 但是我只有一颗 真诚 对 真诚 然后想要关怀别人 帮助别人的心 对 因为可能会听到说 是不是你家很有钱 所以出来工作是做兴趣的 没有 可以做公益 没有 就是我没有跟家里拿钱 然后我赚的钱 就是我自己用这样子 所以你不用养家吗 目前不用 就是养我女儿 小狗狗这样子 小狗狗 对 就是过得去 然后还可以把这份散 就是把它照顾好就好 就是因为做公益 你一个 然后订很便宜的价钱 一个月做一万五 然后没有存款 对 你不会紧张吗 嗯 以前不会 但是自从我家狗狗 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就开始紧张 因为那时候 他得了肾结石 就是肾脏一颗烂雕 必须要立马开刀 然后那时候 医生也知道我没什么钱 所以其实医生对我也蛮好的 就是 所有的费用 包含住院开刀 打完折以后六万多块 可是我身上只有几千块 我根本付不出来 然后那时候我有跟 就是跟很多朋友借 然后包含跟家人 但是也抽不到那么多钱 然后之后我跟我一个朋友借 他就一口气全部都借我 然后他跟我讲说 拜拜 你真的要存钱 你不可以就是 再这样子花钱 因为这种事情 就是随时都会发生 你不知道它下一次 什么时候发生 对 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开始猜 慢慢的开始存钱 对 那你现在是怎么存钱 我现在其实 还有结余七千多 蛮厉害 最多的 最多的 那个饮料棒棒糖 那个沙拉 它其实如果做这种工艺 切七千很快就没了 然后我甚至会把就是 结余的钱 譬如说超商 这个礼拜有活动 买一送一个咖啡 或者是哪一间哪一间 有半价 我就会把多余的钱拿去买 然后先把它买起来放 对 因为他们可以计杯 就是你计杯 就是你只要记得说 你在这间超商 买了几杯几杯咖啡 或者是饮料就可以了 对 就是等于省钱的方式 对 我们听得很感动 但是我也有点担心 对 因为到现在 因为做工艺 它没有存到什么钱 那人生的确是有一些 你也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 突发状况可能会发生 那两位专家 有什么建议 那我先讲好 我年纪比较长好 就是 我今天来开演戒 真的还从来 没有听说过 收入一个月一万五 然后可以这么认真的去做工艺 而且这么年轻 对 显然非常有爱心 非常有理想 可是这是回归到现实面 因为随着我们可能年纪越来越大 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的意外的状况 或者是突发的状况 特别是可能我们有家人 可能爸爸妈妈 或者是以后你要成家 我不确定 就是可能你未来的这个家庭的责任 会越来越多 所以确实要有一些 比较完整的一些理财的一个规划 不管 就是说不仅是纯钱 包括你保险的规划 然后包括你其他的人生的规划 我觉得爸爸可能到了某个年纪 要重新来想一遍 你虽然现在是 虽然是公益的月光族 但你心中还是有个买屋梦 对 还是想要 就是买个房子这样子 对 你想买在哪里 台北的我是一定买不起的 台北就是每个都好贵这样 应该也是买在基勇吧 这样照顾家人的话会比较方便 或是细致 对 那以他现在这样子 这么热心做工艺 还有存钱的方式 有可能买房子吗 就是要开始存钱 然后要开始认真的 变得市快一点 融入社会一点 我的意思是说起码第一件事 现实一点 务实一点 对 跟现实社会稍微融入一点 至少你的那个 那叫什么 授课费 讲师费 一个小时两百五吗 三百五 三百五 太低了 真的 这个社会上就是有很多人 当你的讲师费越贵的时候 他才会觉得你越值得 反而你开得越便宜 他会觉得 拜拜 你就是值这个钱 你开一小时一千块 大排常常排到台北车站 没有 你可以 真的有些 你可以开高一点 然后等到真的 譬如说这十个学生里面 有几个真的家境比较不好 你还可以把他拉去旁边说 老师偷偷给你算便宜 你不要讲 但是你要认真 你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你把价钱抬高 你去看大家的平均的 经济水準到底到 经济能力到哪里 那你如果真的比较差的 你可以跟他说 他说不动小孩也更认真 对 而且你一转念 当你以后是有钱人 你可以做工艺才是更多 对啊 才可以发挥更多的力量 你就这样想 Selena 你什么建议 我也是觉得 要从收入跟那个工艺的地方 工艺的地方 刚刚有就是 建议你可以用木质的方法 你自己可以出力 这样你就可以存到更多钱 那收入的部分就是 要收费高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 你也可以推出更多 适合小朋友的服务 然后让他们有更多选择 这样你又可以有 多一点的收入来源